一層五六 走外側的變化球 葉主軒站著不動遭到了王維中的三陣 在這個滿球速的情況下 來個走後門的一個滑球 這個滑球一開始距離這個打者的這個視線比較遠 最後有拐進好球袋 我也是到昨晚睡前才知道先發時間 因為有人標記我 對,不然我都不會去注意去隔天要對誰 然後會不會太興奮了我覺得包子 平常心嘛,我也怕 可能會太想要標K啊,還是怎樣怎樣 其實 因為也不是對決江少慶 因為他也是對決我們的打者嘛 我也是對決他們的打者 所以誰先發我都覺得 把自己顧好就好 今天隊友幫你打很多分 很多分啊,就是 不像他們 然後其實在 初天人在打的時候 對,我就覺得 他們兩個曾經都是 在印第安人嘛 然後我也都會去找他們啊 然後看到他們兩個對決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這兩個 團隊那麼久了 會不會互相浪 對,然後 然後 那時候心裡已經想說 安打就應該夠了 對啊 至少不要忙慣吧 對,就 就這樣打出去了 其實 其實打出去的時候 我也在想說 你看就是外野背球 然後這樣一直 我一直這樣看著 隊友 往上看這樣子 然後等他們 彷彿的時候 那時候是 全力打 很爽啊 爽啊 爽啊 很爽啊 就是很久 沒有這麼 好投了 主要是這樣 對 然後 又是 自己領先 球隊也先領先 那麼多分 對 後面也比較好丟 其實我也沒有想那麼多說 一定要拿聖圖 但是 當然是不想拿敗圖 對 我主要的 我覺得 全部都是 優質的先發 這樣 我覺得 其他讓隊友 自己去 打回來 不管是 我可能 下場的時候是落後的 或是平手 我覺得 讓牛股去拿勝投 我覺得 只要球隊贏球 什麼都好 結果是一個 曲球好像丟到人了 好像要決定要把 王偉忠給換下場 休息了 而且就連防護團隊都一起上來 最後一球是比較偏差一些 出去的時候 有大概 跟 黃偉忠 溝通了 然後明天就 先去 先去 先去翻譯車這樣 我覺得 還好啦 就 但 以教練團的保護方式 我覺得還是會 應付吧 對 但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嚴重 之前有過類似的狀況嗎 沒有 第一次 第一次 是背的位子 對對 所以今天整體狀況自己就比較好 好的 對 成就沒這麼好 你覺得有點擔心 還是會擔心 因為 這個傷也是第一次嘛 然後 因為 傷在 我身 傷在我身上 對 所以我覺得 我有把握 就是希望趕快好起來 因為 因為 狀況慢慢越來越好 所以 比較要 這樣影響 嗯